一輛機車雙載執行經過巷口 突然另一輛機車衝了出來 兩部機車直接撞上 新車記錄器拍下 意外發生當時 兩輛機車四個人全都縱摔倒地 其中一名17歲的流行騎士 傷勢嚴重,送一急救 我們95年次的流行男子 無照駕駛 從風人街65巷 要左轉往徵信隧道的方向 我們91年次的周信男子 是從正信隧道直走下來 要往中正路的方向 兩車在5號汁的入口發生交通事故 根據警方初步的對這個事故的研判 兩部機車在入口都沒有做一個減速的動作 但是相關的路權還是以轉彎車 要讓執行車為主 這起車禍發生在9號晚間 中正區風人街65巷口 兩輛機車發生車禍 附近居民聽到巨大聲響 紛紛跑出來家門查看 而金融市議員陳怡剛好路過現場 趕緊下車幫忙救人 然後那時候廖文雄里長也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一起協助當時的車流量 就是一人去指揮一邊 直到警方跟消防同仁 消防同仁、救護同仁一起來 然後把這些車禍事故的傷患呢 送到醫院我們才離開 回到事故現場 風人街巷口相當多 當地里長廖文雄反映 這裡發生車禍已經不是第一次 雖然前方下坡處有設斑馬線 但沒有閃燈耗製 只要車速一快就會發生危險 這邊車速很快 因為上面是下坡路段 然後來這邊是平地 上面因為沒有很多沒有住家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這是類似山路這樣子 就會跑很快 可是來到這邊的時候密度很高 然後巷口的數量也很多 這個不管上面那個路口 這個路口還有下面的路口 都常常發生車禍 其實我們是很希望說在上面的路段 就可以裝置閃光耗置或是其他的安全耗置 讓民眾知道說這個進入了一個住宅的密度比較高的地方 它可以減速慢行 或是提高駕駛的防禦心這樣子 這個是可能是可以改善的一個方式 這太多次了 可是每次跟他們講 潮化線什麼 沒有用啊 你潮化線晚上你也看不見 你要有一個警示燈晚上看得見 人家車輛會減速會怎麼樣 線路線條 那常常人家都沒有去很注意 都認為說過氣了過氣了 就沒有注意去煞車了 而且下來的話速度快的話 這邊巷道常常會有些人沒有注意 又鬆出去了 就這樣 這已經影響我們出路兩年多 都沒有處理啊 那加上斜坡 斜坡那麼斜直接就接入平地的話 每一個巷口幾乎都出過車禍 對 因為那個車速幾乎都很快 尤其到晚上的時候 沒有光線的時候 大家都衝很快 從正信路口到風冷街口 這一段大的一個下坡的路段 其實長期為風冷街居民所困擾 因為最主要就是因為 這是一個大的一個斜坡 所以往往車速過快 導致行人在行車穿越的時候 常常發生所謂的安全的一個事故 那我想近期我也邀請我們交通的一個單位 以及執法的一個單位 到場辦理會堪 不管是要設置排面 或者是一個號制化的路口 都希望能夠減少風冷街未來事故的一個發生 來保障我們周邊居民基本的通行安全 這幾車禍造成事人受傷 送醫急救 傷勢最嚴重的17歲少年 經過開刀之後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車禍造勢原因 仍有在警方調查釐清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